嗨 大家好 我是大叔 话说上次咱们原本要聊战争了 然后又怕再受阻 所以就切开了两期先试一下 如果您还没看过上期的话 现在下面这个链接过去哈 当然了 如果有上期的话 如果您是从那边过来的 那咱们就得互相恭喜一下了 马上继续 讲到真正意义的战争 那肯定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对吧? 原始时代的战争从这个部落群头开始 左邻右舍的喊一声 就到山下开干去了 简单利落 杀了男人、抢了女人 小孩捉回去当奴隶 纯粹全力资源掠夺 属于第0代的战争 按上次咱们说的那种 移动通讯分类 那只是个BB机 不能记在手机里 但它既有个人通讯的功能 又满足移动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叫它 邻居 后来各方组织逐渐成型了 什么安债立邦建国 越打就越有规模了 有时候先约后干架 有时就来个兵不厌仗的突袭 随便安个 什么惩奸除恶 起义复仇什么的理由 给资源掠夺 就套上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 打架的借口 那是越来越多 杀人放火的手段 也越来越精彩 有些会抄了木棍石头 经济什么当武器 有些甚至还带上 家里养的两头 狼犬杂交的土狗 当辽机啊 胜利者 不仅掠夺了人力资源 抢了粮食器皿 还霸占了土地 扩大了势力 这是第一代 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虽然说 没什么科技含量了 但战争的核心意义是有的 什么呢? 战争吧 形态只有一种 理由 手段 结果 目的也只有一个 掌控支配群 也就是先找个由头 再通过各种打击力量 逼使对方臣服 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不? 无论是以资源、领土、尊严、信仰、安全等等各种各样理由为前提而展开的战争 目的都是一样的 不就是为了掌控支配权吗? 同一波 既然理由和结果 都是不变的 所以 我们能用来区分时代的 也就只有手段一项了 这也就是大叔为什么将 原始形态的战争 一股脑儿全都归类为第一代 EG 的原因 后来 人类的知识就丰富了 智商开始积累 也开发出各式各样材料技术来了 武力手段当然也就跟着 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各种专为杀人、破坏、摧毁而设计的 武器、设备、服装、工具、器材、锻炼等等 也越来越高效了 什么刀枪、盔甲、坐骑、战车、云梯、地图什么的 应有尽有 但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只维持在冷兵器的时代 只不过规模已经和原始时代的战争 不可同志而遇了 虽说是冷兵器了 但随便一场战争 商务人数动辄是数千、数万、甚至数十万 这段历史最长了 东西方都一样 持续了壮烈的数千年 这算是第二代战争吧 为了满足大量的战争需求 许多科学及数学理论 和各种改变时代的发明 都不吝啬地因缘而生 很多小朋友都不能理解这层因果关系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了 不想死 你就得动脑筋嘛 就像火药 当然中国人不是为了让别人上天堂 而发明了火药 中国人很特别 中国人发现这个火药 单纯只为了自己要上天堂 炼灯炼出了火药 然后发明了出来 又没好好发展 要不然 第一个太空漫步的女航天员 或许就是群良宇了 就没那个 邵维茨卡雅和王亚宾啥事了 瞎说的 总之 人类在探知火药的概念之后 便用到了战争之中了 变成了攻城列地的好帮手 然后就开始了2.5G的战争模式 为什么还是2.5G呢? 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 火药的战术应用 都没被积极开发 直到13世纪初 曾经思涵 带着中国人的火箭 去欺负基辅罗斯人 被阿博人给学去了 叙利亚军武发明家 哈桑拉玛 采用来击退了东征的十日军 还发明了第一代的鱼雷 自此之后 欧洲人才第一次知道火药的威力 并用尽一切的手段 偷得了阿博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去的技术 然而 今天的欧洲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都想抹去这个世纪 甚至还杜撰了一整个我方的历史 用材料的不同 来否定了认知的启发 但世界各地这么多史料和文献 将事件和时序 全摆在那了 当下 我想 除了小老上一小撮 不认爹妈的不孝子 也没谁相信他们那些鬼话了 不说了 总之这2.5代的东西 激发了后来的三居状态 第三代的战争 也就是热兵器时代 有人也叫它火器时代 总之 这是个枪枪泡泡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人 不仅发现火药的威力 甚至开始正视战争的正面价值了 刚才说过了 因为战争 生死存亡之际 总能激发人类的无尽潜能 一次次的战争 就急切地激荡着人类的小脑袋瓜 各种创造、发明、创新 不仅催生了第一代的军工产业 更加缩了人类的科技文明 甚至促进了科学的研究、科技的发展 及工业化的进程 在欧洲人那种好斗的本性 及爆棚的战友欲的 推波助澜之下 各种为了满足战争需求而出现的黑科技 一再刷新了人类的认知 大大小小的火炮、枪械 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方式 更加速了地缘政治变换的节奏 令各种载具、交通工具、生产方式、通讯器材 甚至连做饭的炊具、厨具 全都起了革命性的转变了 热冰季时代 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人们这才第一次尝到机械化战争的快感 战争从原本的陆地和海洋 一路打到天上去 跨足为海陆空的立体战争 枪械、坦克、电爆、飞机等等 被大量投入到战场当中 除了机械化之外 野心家们甚至还开始有系统地将化学和生物科技 应用到消灭人类的工程当中去 将之前殖民族的各种邪恶手段 结合科学知识 有系统地发挥到淋漓尽致 这就是第四代的战争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经历了二十几年 迭代进化的各种杀戮及毁灭手段 被妥妥地投入到战场当中 甚至还催生了后来的原子弹 这么可怕的东西 相信许多大叔频道朋友都知道 某大国是在明知道日本 已决定投降的前提下 坚持投放那两颗原子弹的 这个今天咱们不能讲了 下次吧 因为原子弹的出现 有人觉得应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 独立发分为一个新的战争时代 大叔觉得不妥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功能 虽然是复杂化、多样化了 令战争变得更加惨烈了 后来产生的政治效应 也决定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 但单就战争而言 其本身的基本形态 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所以大叔觉得吗? 嗯...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顶多也只能算是 第四代战争的原生吧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4.5G吧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这战争开始有了直的飞跃 不仅各种可怕的导弹、核武、枪炮、航母 高频无线电 还有各种军用的飞机 都被发明了出来 最重要的是 战争又被提升了一个维度 发展叙述的火车科技 将原本的海陆空战争 变成了海陆空天的战争 因为人类已经能将卫星 送入环球轨道了 甚至还离开了地表 去到月球上面去了 这实在将战争的模式 拉高到另一个层次 甚至为人类开辟了另外一个 争夺地外资源的战场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至少还通过国际协议 这次将使用及研发生化武器 列入了反人类行为 但大叔觉得 到了这个程度的转变 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及美苏开始冷战之后的战争 已经能被称为第五代战争了 在这个基础上 想要参与战争活动 门槛还真的挺高 除了传统的海陆空三军之外 要是没有像样点的 天际系统的支撑 还真不好意思说你想打仗 现代战争 飞机想飞 部队想挺进、想防守 战舰想不迷路 远程导弹想精纯打击 甚至无人机想要侦察、攻击等等 全都少不了天际资源 战前、战后 尤其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战争 要是少了侦察卫星、定位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等等的空间资源 在战场上 简直就像个少了言而口鼻的残疾人吧 然而 要是您真以为有了海陆空天的能力 就能打仗了 那也想得太简单了 因为自从5G战争形成之后 近20年来 又再不断的更新 借着飞速成长的信息技术、数字科技 还有人工智能及高速通讯 战争模式又再攀高了半个台阶 呈现出海陆空天电 五金协作的空前态势 在5.5G战争时代 想要不在战争中吃亏吗? 不仅得有足够强堪的电子战及信息战的能力 还得确保电媒舆论的操控制炉 否则的话 不仅无人机动弹不得 导弹被误导到自家洗手间去 甚至在你开战之前 人民都可能已被敌方煽动起来 银行也早被对方瘫痪脑死了 这种种都足以让你 未战先败 出师未劫生先死 知道吧? 有些中国人常埋怨自己的国家 给互联网建了个超级防火墙 骂得那是不要不要的 大叔想说 先弄清楚国家战略大局才来发生吧 只不过也不一定了 要是从小立志想当只牧羊犬的话 那你就继续骂呗 大叔一直都在说 中国网络这座墙是建来保护的 不是建来封锁的 虽然又高又厚 但它是有门的 是只要打了把钥匙 自己随时都能进出自如的门 不是个愚蠢的必须架着云梯 才能翻得出来的墙 所以千万别被人忽悠到 自己明明出了门 却自称翻墙出来 知道吗? 翻墙 那是住在野外的 三方老王心存不轨 才会干的火 住在里头的人 是不必这么干的 也千万别问 既然能打把钥匙 就能进出了 那干嘛还建防火墙? 除非你洗澡都不关门 家里都没修门办 整个小气的大叔阿姨 都能自由出入你家 否则的话 就真别问这么双重拱村的问题了 要是谁真忍不住还想问的话 那先去看看 现在俄罗斯有多么憋屈吧 活生生的例子 2017年开始 俄罗斯才闹着想去中国建墙 太迟了 早期错失了保护本企的机会 中期忽略了外媒的荼毒 后期再想要怎么做 都已经太迟了 国家领导必须站得高望得远 同时必须站得死 想得深 又得体察基层的状态 输送合一的养分 这三件事 本身就有本质上的矛盾了 所以 普京再卓越 也只有一个人 岂能面面俱到 中国有现在的成绩 也绝非浑人民嘴爱说的 什么死也命也 那些都是战战兢兢 大胆规划细心经营的结果 所以那些 爱拉高的嗓子 要中国拆墙的喷子 别闹了 尊严、安全和自主权 这些东西 都不是天上会掉下来的宝贝 要是你村子里 明明就住着 好几个彩花大道 好几个无耻的小毛贼 那就请别埋怨老爸给你家的门 安多个门锁了吗? 怎么说到那去了 我们刚才是 对了 我们说到5.5G这五代半的战争了 因为5G代表了 海、陆、空、天、电 而AI、网络、虚拟、金融、 复合协作及及时舆论 这些全都是电子战的延伸 所以即便加入这些元素 这些条件 我们领度也只能称之为5.5G 某大国这些年来 一直都在开发基因武器 就是想将战争进一步升级 基因武器是针对性武器 选择性武器 所以这些日子以来 他们才对种族灭绝这个社会特别上心 在这个条件之下 什么国籍那都是虚的 共同基因 那才是唯一的防护 这也就是为什么某个人 总致力于 这话题不能深入 对了 刚才我们说到俄罗斯 就想到了上回大叔说 俄罗斯之前打乌克兰 没真用力 有朋友就不肯了 说俄罗斯连高超音速导弹都用上了 还不叫用力 真没 知道吗? 高超音速导弹 根本就不是这么用的 匕首的作战范围 可达2000-3000公里 乌克兰国土虽然很大 没错了 但全国本土最远最远的纵横距离 也还不到1400公里 为了让这枚匕首 没虚度余生 俄罗斯还刻意 大老远地将飞机开到离海去 才够将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的目标 拉开到1800公里 用的那还是常规弹头 这才为泽连斯基争取了几分钟 由东一直飞到西的横跨整个乌克兰的欣赏时段 普京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想告诉泽连斯基 我要是真想取你的人头 简直就易如反掌 我没碰这个基辅 完全只是因为那是咱们斯拉夫人共同的发言地 但显然 泽连斯基是没听懂了 他懂不了 因为他根本就是斯拉夫人 他是犹太人 这场俄乌冲突 原本只是兄弟席墙 普京这才克制的 没用上什么硬实力 但从泽连斯基 到新纳粹分子亚述里 军官到士兵 有三成五都不是斯拉夫人 所以他们才能那么冷血地 对乌东地区的俄罗斯人 进行各种产无人道的种族灭绝 然后将乌克兰人民的性命 四落草剑 也有朋友说 俄罗斯连主力箭 都能那么轻易地被人家两颗弹就解决了 还能有什么硬实力 我们必须承认了 那艘老船的确没有抵御 某大国黑科技的条件 这是事实 但也绝非两颗海王星 这种等级的导弹 所能毁灭的 拜托 他之所以沉默 只印证了某大国 早就参战了 当然了 这既不如人 是普京开不了口的了 但要是因此 就断定了俄罗斯没有硬实力 那也未免 怎么说呢? 太冯德莱恩了吧? 大叔说过 普京有始至终 都没想要占领乌克兰 他想要的只是 乌克兰的去纳罪话 去军事话 如此而已 要论上战争 首先 我们得有个非常基础的认知 任何战争都会造成平民伤亡 尤其是这种 平民被本国军队挟持 来当人顿的战争 但这场军事行动到今天 都快要两个月了 乌克兰不断发布各种 缠砖败网 一片狼藉 惨不忍睹的城市画面 但如此惨况之下 据联合国统计 平民死亡还不到2000人 当中还包括 被辛纳粹杀害的平民 和穿着平民衣服 军队枪参与战争的 非编制人员 当然了 2000条人命不可谓不多 但这样的死伤人数 还不及任何一场由 英、美、澳或北约 所发动的战争的 第一个月 致死人数的十分之一 作为一场现代化战争 俄罗斯军队得有多么谨慎小心 才能顾及这些平民老百姓的性命 以达至这么低的平民死亡率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数字在那儿 应该不必大叔废话了 但另大叔担忧的是 这个数字在接下来几天 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大叔在一个半月前就已经说了 要是泽连斯基继续捉 乌克兰 肯定要有城市被移为平地了 这个城市也肯定是新纳粹的聚集地 因为去纳粹话 本来就是普京一早就说了的 现在新纳粹军团 大部分都集结在东乌地区 几个苏联时期的重点防护区域 而且被他们扣押住的平民肉盾 多达十几万人 全都被封锁在数十年前 由苏联建设起来的防空地库里头 有俄罗斯专家预测 按照前苏联当年设计的规模 挤进这样的人数 恐怕地窖早已不堪复核 再加上基本生存条件 供给不足 疫病在密集的空间里头 又迅速传播 里头或许 早已是一个 人间炼狱了 原本普京预计 要是单凭双方的实力 这原本是场5G对4.5G的战争 所以还特意的自我降级 减少战争带来的伤害 以换取俄罗斯人 在乌克兰的生存权利 及俄罗斯本土 基本的安全条件即可 但某大国对乌克兰人民的轻贱 北约对俄罗斯的贼心 还有犹太人对斯拉夫人的不在乎 显然大大超出了他对人性的认知 北约里头的那样一个个小国 也如同非洲草原的猎狗一般 看到俄罗斯的三分疲弱 纷纷围僵过去 准备分死这头 被逼到墙角的 奋起顽抗的北极熊 唉 接下来的就不能说了 总之 这四样东西 既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当然就有其动用的合理性了 30一个打一个半对吧 真要逼辅入从相是吗 好吧 那就只能等着玉石剧 唉 真不能讲了 别埋面这期没什么干货 这两期就是用来调整平级的 下期大叔才用力吧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 应该多两三天就能上了 那大叔需要调整这个力度 才知道下期该怎么讲 谢谢大家陪大叔这几十分钟的 辛苦您了 希望大叔这几十分钟里面 说的这些有的没的 能给您打发一点时间 那今天就这样了 如果没意外的话 那我们就下期再会吧 拜拜 谢谢大家